坎城的天气今天可以说特别的热 气温高达30度 而颐和园这部片子的禁言风波也是越演越烈 目前中国官方已经下令中国媒体封闭风机 不准再谈颐和园这部片子 蓝天站来的游泳池做日光雨的游客们 然而颐和园两位主角郭小冬和郝雷却没有度假的心情 对于片子因为太过激情 就算连得奖大陆媒体也不准报的禁令 好雷强调这部片子并不是只有性爱场面 不是为了有性爱场面而有性爱场面 在颐和园这部戏里面他的信息量太大了 不仅仅是有性爱场面有很多很多东西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应该让制片方或者是导演更好 好雷今天穿着一件半透明的礼服 一改昨天在红毯上优雅的装扮 游走在性感和清纯之间的他 就像颐和园中余红这个角色一样矛盾多变 颐和园时代背景由1987年一直到2003年 男女主角在颐和园内的约会 是他们恋情最美的时刻 虽然导演楼叶表示 愿意为电影能通过检查做任何的删减 不过中国政府的强硬 使得这部片子能否受到评审青睐 更受人注目 中天新闻 曾玉京 林一出 法国坎城的采访报道